8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命令美国运输司令部启动第一阶段的民用后备航空机队 Civil Reverse Air Fleet,潜称CRAF,是美国国防部可以获得商用航空公司的运输资源 以协助美国国务院在阿富汗疏散美国人特殊签证申请者和其他处于危险中的阿富汗人 第一阶段征用18架飞机,包括美国航空、阿特拉斯航空、达米航空和欧米Air各三架 两架来自夏威夷航空公司,另外四架来自联合航空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征用的民用航空公司呢,不会飞往喀布尔的哈美德凯尔扎伊国际机场 这些飞机将停靠在临时安全港和临时停靠基地继续运送乘客 也就是说,这些飞机将停靠在阿富汗周边的美国空军基地 比如说卡塔尔的空军基地来执行从卡塔尔到美国本土的运输任务 而美国军方的运输机呢,将专注于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运输到这些中转机场 然后再郊游民用航空运输到美国本土 CRAF是一项国家紧急准备计划 旨在增强国防部的空运能力 是美国运输司令部满足国家安全力和应急需求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第一次是1990年8月至1991年5月支持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 第二次是2002年2月至2003年6月支持伊拉克自由行动 再见